咋样啊 我看看 奖学金还写啊 那我得了呀 那我还得了呢 你写吧 我也没难的你不写呀 你咋不写三好学生呢 小学三好学生 我大学得的呀 我大学得的容易就写不完 小学的容易就不要写 我看你写的 你这个实习 大学就做了这么多工作 我还没写完呢 真的 那你这个好找工作 对 好找工作 好找工作 对 我现在就踏在这个工作经历上 我没有工作经历 我先撤了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啊 不要错过 行 我准备去了 决定不考研了 我考个研了 我必须得去找工作 走啊 莉莉 马上 我还找工作 考研码呢 我写到这顶上 你还琢磨啥呢 我觉得求职人太多了 考研我又考不上 你太现实了 你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弟毕业的时候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呀 有点紧张啊 你好 你好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求职面试区 谢谢 来来来来 这边按次序坐好 坐好 坐好 大厂都是这样 请各位把你的简历都给我吧 好嘞 谢谢 好 谢谢 你放松一点 你放松一点 我放松不下来 衣服太紧了 弄得我好紧张 各位老师 杨蒙恩 到了职业选手了 蒙恩你这个衬衫有点窝脱 整理整 怎么呢 就这样 就得这样 就得窝着 拉到 好 整理整 好了 这不太合身确实是有点 太小了 自我评价承受能力强 请进 老师好 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杨蒙恩 目前没有工作 但是我的工作能力非常强 然后希望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怎么是一家互联网企业 哦 互联网企业我知道 像有一个产品专员的这么一个职位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呢 产品专员这个岗位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一些实际上的产品呢 我也有卖过 好 既然是应聘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有一些门槛 这个门槛就是一些互联网的黑化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做过准备啊 有做过准备 我觉得这正是互联网行业 应该改进的地方 哦 是吗 那么我们也希望 有机会能加入的话 可以帮我们改一改啊 但是在没加入之前 我们也想还是有几个内容 我先这个想问问你 看看你理不理解这个黑化的意思啊 行 你的领导认为说 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的传播 需要从用户的底层逻辑 为项目赋能 还要撬动私欲流量 用矩阵式打法 制造可落地的引爆点 你想领导说了这么多 领导是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说真话的 就是我的理解是 领导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哦 我看你这个特长爱好里写个街舞啊 是啊 年轻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 衣服不太合适 就是西装街舞嘛 可以 你这个有点侮辱我的街舞 对啊 我非常愿意转世 如果您要是应聘我到这个岗位的话 我入职第一天给大家挑一个 好吗 要挟我们 我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我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吧 好 谢谢小杨同学 老师 我能把我的简历拿回来吗 因为我还想考个盐 可以 行 走 拜拜 谢谢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回答答案 我都忘了 都答上来了吗 他没有标准答案啊 裤子都快灭掉了 他没有标准答案啊 你怎么把简历拿回来 我考研去啊 你就要回来了 哎呀 早早去考研了 请进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徐志胜 从1995年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 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 然后很高兴能来到咱们的面试现场 就解力还不错啊 也希望能够说在接下来的沟通中 各位面试官能够多多指教 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谢谢 前面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对 知道我们要先让你自我介绍 对 知道我们是一个做什么的公司吧 刚才我在外边稍微打听了一下 可能是需要的是一个产品专员 对吧 我相信我的能力就是 既然我能够用平这个岗位 无论什么产品的话 就是我不可能说只针对一个产品有这个能力 肯定是对很多产品都会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在进入咱们这个公司之后 首先我可能对咱们的产品有一个适用 有一个 懂产品 对 但是我是懂用户 懂用户需求 因为我一直在跟 在跟人打交道 我懂 就是一个好的产品 它不仅是它要好 它更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我可能对用户的需求在一块 可能有自己的优势 可能 这一项一结合可能说对 能够更好的胜利那个岗位 哇 谢谢 你们也试过 俊业很丰富 哈哈哈 再问问之上一些专业问题吧 哎好 刚才提到说这个懂用户 对 咱们这种互联网公司 可能用户都会有很多的体验 嗯 突然有一天一个很关键的用户跟你说 这个你做的这个产品 没有什么体感 他是想表达什么 我可能会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可能会去先去问一下 我说您这个没体感 具体体验在哪些方面 第一可能是 就没体感 可能是 就没体感 这个就是那个关键的客户是吧 我就一直没体感现在 嗯不行 没体感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 您对这个产品的需求 嗯 没体感 您当时使用它的这个需求是啥呢 您使用这个我们这个产品 我想有体感 那您能具体跟我说一下 您这个没体感的 具体没体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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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能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可能我们这个 这事儿说起来好执着呀 执着呀 对 就这个产品可能有一些东西 可能你在体验过程中 可能你没注意到 哦我的错 不是你 那是用户的错 肯定不是你的错 我没有注意到 哎你精心设计的小小小化妆 我没有盖它到 可能我们精心的设计的小化妆 太小了 哈哈哈哈 太小了 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应该设计的 设计精心设计的大化妆 可能您就 您就能感觉到 可能能盖它到了 好 我这没什么问题了 我也没有了 我就是没体感 没别的 哈哈哈 啊 谢谢徐同学 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 党通知吧 准备进去了 哦 第一个 可牛 你们拿我的简历去吧 哈哈哈 我还真有点驾驭不了呢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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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